欸嘿 早晚要幹嘛 開麵麵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Polly 我是安琪啦 今天我們要來開 好市多四月選品 這是我們第一次開箱好市多的商品 這次除了有我們精心挑選的 大份量零食點心之外 就連冷凍及冷藏的即食品也通通入列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看囉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這次我們準備的東西 都和黑色跟橘色有關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款號稱 辣椒醬界的愛馬仕 我們嘗試這款 已經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你們看 第一罐已經快要見底了 是用特級初榨橄欖油當作基底 搭配著辣椒香蒜香菜等配方 才蹦出了這一罐 辣而不鹹但口感非常精緻的辣椒醬 也是因為試吃後非常喜歡才分享給你們 然後不得不說一下它的外包裝 真的是非常高級精美的橘色配黑色耶 舒適辣椒界的愛馬仕一點都不為過 所以今天這罐 萬七啦就要陪安七啦 後七啦 開箱整集的好事多 我們先來開這五款零食 有蒜香奶油風味蝦餅 甜辣厚切馬鈴薯條 跟有機雙麻派 還有Sanlip的法式蒜香小麵包 跟甜辣鬼膠洋芋片 欸不得不說 把零食這樣裝盤放整桌 真的是太療癒 光看就食指大動 尤其是這個鬼膠洋芋片 欸我們家一吃整個愛上耶 從此去Costco一定有它的份 立賣 對而且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用酪梨油 超特別 那吃進去就有點辣辣的感覺 不油 然後這包厚切薯條 光看包裝就超欠買的啊 每一個都這樣肥肥的 趕快來吃 鬼膠厚切 欸 這個酪梨油洋芋片 我本來就很愛了 再吃一次還是大愛 它那我覺得吃起來不會到過油 而且不會有那種油蠔味 再來就是它非常的脆 然後你從外觀看 可以看到那個馬鈴薯的皮 就是馬鈴薯現切的感覺啦 吃到最後呢 帶有一點那個鬼膠的麻辣 但不會到過辣 不鹹非常的好吃 真的好吃這款 那這款厚切薯條呢 欸我覺得它吃起來 口感真的是蠻驚艷的喔 因為它外皮看起來乾乾的 吃進去竟然有濕潤感 真的有在吃馬鈴薯的感覺 對雖然不知道它中間那個 是不是油脂 不過至少吃起來沒有油蠔味 甜辣甜辣 但偏甜的多 跟鬼膠是完全不一樣的餅乾 但都好吃 再來是蒜香蝦餅跟蒜香麵包 剛剛這兩款倒出來的時候 喔 超蒜的 這吃下去嘴巴已經超臭 蒜香撲筆 這個蝦餅看包裝 我本來以為是大片大片的 真的 就是這種一口蝦餅 而且超可愛的 我那時候poIG要來把這個遮住 不少網友就回覆我們說 他們已經吃過了 而且好吃 我非常期待 對 那這個蒜香麵包呢 它一盒裡面總共有六包 我滿意外的是 它的六包的一包都滿大包的耶 我們這樣一包倒出來 剛好就是這樣子一個 非常的多 蝦餅 小麵包 因為這個麵包的蒜味太重了 以至於我剛剛一吃蝦餅的時候想說怎麼沒有蒜味 我吃了第二口它的蝦味真的有出來 那這款蝦餅呢 它也有加奶油 但跟市售的蝦餅提起來真的比較不油 而且我覺得它奶油香是有做出來的 好吃 但我一定要說一下這個法式的蒜香麵包 它除了有蒜味之外 它有很濃的奶油味 讓我回想到我們在吃牛排的前菜 對 那個麵包 再搭配一個濃湯 對好好吃喔 這款麵包呢 雖然吃起來小油一點 可是它的脆度我非常喜歡 夠脆 很像你在吃法國麵包那種脆感 但如果再搭配一杯茶 整個就會非常的酸脆 超酸脆 這完全可以耶 好吃 最後來到我們的雙麻派 這個芝麻派剛剛還沒打開前 我以為是大阪的 結果一打開也是這樣子 大概兩口可以解決的大小 然後上面布滿著滿滿的黑芝麻跟白芝麻 超級滿 真的是滿滿的沒有裡面的空隙喔 非常的香 有點硬耶 誇張 它就是全部都是芝麻跟白芝麻組成的餅乾耶 我剛剛以為只有外層有滿滿的芝麻 NO 它裡面全部都是芝麻耶 好厲害喔這個 這超誇張 這我很喜歡 這完全可以再去公司肚子餓拿來吃一片 它的味道非常的單純 就有一點芝麻香氣 搭配一點甜甜的口味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竟然非常的豐富耶 而且我覺得老少嫌疑 爸爸媽媽阿公阿嬤都會喜歡的點心 好吃 好吃 好喝 尾膠後切蝦餅麵包芝麻派有分給幾分 4.5 3.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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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要買大分量我都OK OK 那大家不要忘了我們的1-7啦 這裡面呢我們覺得麵包跟蝦餅最適合配辣椒 好我們就直接沾給大家看 好吃的東西跟好吃的東西配在一起 怎麼可能不好吃 對 可是兩個比起來我覺得蝦餅比較適合加辣 因為這款麵包它還是帶有點甜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加辣的話 蝦餅是不錯的選擇 首選 但不要加太多還是有辣度的 進入下半場 那下半場的東西都在這了 我們選擇有花枝蝦餅 蜜漬黑豆跟三重皺乳酪 還有台處的泰式打拋豬 跟食安牧場的柔滑布丁 這個泰式打拋豬呢 它一盒裡面就是有兩包 它一包的分量真的超重超多 而且它雖然是碎肉 可是它不是碎肉末喔 它是碎肉塊 完全肉圓就可以看到 非常的大塊 很大塊 然後裡面呢 有一些番茄塊跟九層打 搭配起來非常的香 真的超香耶 它一加熱完Oh my God 餓了 在這個花枝蝦餅 一包有四片 然後總共有四個醬包 我們幫它火成一半 一半的加醬 等一下一半要加辣椒 肯定很好吃 味道夠重耶 非常有泰式風情 先說這個打拋豬的部分 雖然我們已經加了一整碗的白飯進去配 但是我覺得還是偏鹹 那撇開鹹度這部分呢 它的豬肉番茄九層塔味都有做出來 口味上是蠻下飯的 但我覺得家的彎曲啦Oh 更好吃 可以把原來辣度沒有這麼高的打拋豬呢 辣度更提升了 而且呢不會增加它的鹹度 反而增加它的香氣 很好吃 很好吃 加辣更好吃 花枝蝦餅 它的花枝不是那種很零碎零散的碎花枝 是一塊花枝喔 因為它裡面真的是吃到蝦跟花枝 我覺得整個說海鮮煎餅都不為過 先說一下它原本的醬 我吃起來比較像甜辣醬的感覺 但我個人是喜歡再偏辣一點的醬 那這個吃起來就讓我覺得有點不知道在吃甜點還是鹹吃 你幫我去加辣椒更好吃 我覺得加辣椒比它的醬還好吃耶 就是蔥油餅的感覺 對 我跟你講這款辣椒呢 不管你加什麼都很好吃啦 而且我們用氣炸的 喔 皮超脆 對 就卡卡卡卡 但重點是要加辣椒 好吃耶 其實它單吃就蠻好吃的 你不加醬我覺得OK 再來是小點心的部分 要先給你們隆重介紹 也是我們新頭號的這個 屢利蜜漬黑豆 它那一個包裝總共是有兩盒 一盒就是這樣滿滿滿 但我跟你們講你不要怕吃不完 因為這個我們家很快就吃完了 就是把它在桌上搭配其他的菜 一下子就吃完了 雖然它裡面有很多的糖漿 但我們會拿一個保鮮盒 把黑豆挖出來 然後把糖漿倒掉 想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非常的實用 而且很養生又健康 超級愛 愛爆了這個 就這個養生甜點啊 真的很好吃 這個大推你們一定要去買 這不用多說介紹 你們買了吃了就知道了 那接下來的這三款乳酪呢 非常的特別喔 是辣椒、番茄、番茄口味的 這個就是可以讓你加蘇打餅乾啊 或是加麵包一起吃的 我吃到這個是番茄的 欸 很像你們在吃馬格力特披薩 喔這個辣 有辣的辣嗎 有後勁 真的有辣 但也比較鹹一點 然後我覺得兩款鹹的乳酪呢 你搭配麵包或單吃就很好吃 或是再搭配一點紅酒 堅果 完美 我跟你講你在家裡這樣切切切 放在那種木盤上 加一點麵包 哇 直接免費住飯店 真的啊 剛剛這個番茄的乳酪 我們一直覺得很像羊羹 欸它吃進去吃得到番茄的那種籽欸 而且我覺得吃起來很像在吃那個 你知道過年都會買那種 芭樂瓜的那種感覺 嗯 就是芭樂瓜的味道 它比較沒有乳酪味 這兩款乳酪味更重 嗯 欸我覺得如果在包裝上 把三個這樣串在一起直接吃 會很好吃欸 很特別欸 欸我覺得好好吃喔 這三個都很好吃 嗯 買對了 這個好吃 最後呢是食安牧場的柔滑布丁 之前我買過他們家的杏仁豆腐 總間非常的愛 所以這次我們就買了它的布丁來試試看 嗯 可以欸 欸我以為它是我印象中的布丁味 結果沒有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在吃蒸蛋的口感 這真的就是比較綿 比較滑的口感欸 超蒸蛋 而且我很意外它的糖漿也不甜欸 我剛剛很怕它糖漿超甜 毀了這個布丁不會 它是加分的 它單吃的那個布丁呢 我覺得真的蛋味蠻重的 嗯 我蠻喜歡的 會 油 這超油欸 油爆 不過這邊呢再給你一個更經界的吃法 加黑豆 喔可以 真的日式的感覺啊 可以耶 可以 好match喔 這邊有個總結 怎麼會這樣 布丁加黑豆 其他東西配彎七辣 配 配上加配 超好吃 蝦餅 打爆豬 黑豆乳酪 布丁 3.5 4 4.5 這五款CP值很高 而且就好吃喔 好吃喔 好吃喔 總的來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開箱Costco 那很幸運的是 我們都沒有踩到雷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看好市多系列開箱的話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就繼續開 還不然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會去我媽媽嗎 對你們喜歡一定要跟我們說 我們就一定會開 開 最後不要忘記安琪來的好朋友 彎七辣 這款辣椒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有在看我們頻道的觀眾已經知道 我本人呢是不吃香菜的 但是這款辣椒竟然可以讓香菜的味道做得這麼的自然融入 搭配什麼都very good 尤其它基底是用橄欖油這部分 真的是深得我心 吃起來一點都不油膩 真的好吃 真的百搭 真的值得你來試試看 最後跟你們講一下 這樣一袋的紅酒盒呢 總共就是有三入 買來送人非常的好看 當然你們可以單買 送禮自用兩箱儀 完全名符其實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好市多 四月選品開箱 喜歡會記得喔 訂閱我們按讚的分享也可以聽到小鈴鐺 最好 大家喜歡看下一集 那我們大家再見 拜拜 在看我們頻道的觀眾一定知道呢 我本人是不吃香菜的 但是安妻啦 啊 啊 到底 excuse me 好了嗎 我知道我 沒有沒有我在關心你 你就只要講很好搭配 什麼 你要講點心得 為什麼要講那麼心得 我剛剛也是我的心得 沒有 我們今天來好市多四月選品開箱 喜歡會不會記得喔 訂閱我們按讚分享也可以聽到小鈴鐺 最後 還記得別忘記追蹤喔 大家喜歡我們看下一集 那我們大家再見 拜拜 大家喜歡我們看下一集啊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要看我 沒有人聽得懂 你有聽懂嗎 哈囉 大家喜歡我們看下一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